勾手投篮已经是篮球技术里常用的招数 也是上古大神贾巴尔的拿手绝活 但因为贾巴尔的勾手出手点非常高 球出手后就像飞到了天空 防守人只能看着球落入篮筐 精准而优雅 防不了 根本防不了 所以也只有他的勾手投篮被命名为Skyhawk天勾 贾巴尔与张伯伦 比尔拉塞尔 乔治·麦肯 并称为上古四大神兽 1947年他出生于纽约曼哈顿 他在高中时身高开始飞涨 可以轻松扣篮 带领高中校队打出可怕的71连胜 三次入选全美高中篮球阵容第一队 连续三年的校赛冠军 让他也有了第一个外号 力量之塔 他的伯勒约翰伍登教练 将他招入UCLA 开始了大学篮球生涯 贾巴尔的第一个大学赛季 就打出了29分15篮板的统治级表现 而UCLA更是杀红了眼 打出30胜0败 直接横扫所有球队拿到总冠军 实在是太过凶残 1967年和1969年 被美国各大报纸和权威机构评为年度最佳球员 连续三年NCAA最佳中锋 他在中锋这个位置上 拿到了所有能够拿到的个人荣誉 在约翰伍登教练的率领下 整个大学生涯 帮助球队取得了创纪录的88胜两副的战绩 三度蝉联NCAA总冠军 由于贾巴尔的表现过于耀眼 联盟出台了扣篮禁令限制他 但是他们可能忘了 除了扣篮 贾巴尔还有一招无可匹敌的天狗绝技 对手不论是犯规还是把手遮到他的脸上 他都可以轻松得分 防不了根本防不了 NCAA的反制手段不仅没限制住他 反而还让他更加进化 由于没有扣篮 降低了球迷对NCAA比赛的热情 扣篮禁令也在一年之后成了一张废纸 关于为什么要禁止扣篮 以及贾巴尔勾手是适同于谁 在这两期视频中有详细介绍 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1968年奥运会 贾巴尔本来入选了美国男兰 但由于当时美国社会有着强烈的种族歧视 贾巴尔加入了黑人自发抵制奥运会的行列 这件事当时反抢强烈 1971年 贾巴尔放弃了原来信奉的天主教 改姓伊斯兰教 同时将原名改为了大家所熟知的贾巴尔 舰队仅仅两年的新军 女儿无级熊鹿队 在1969年的选秀大会上 喜获状元签 并以此签选中了贾巴尔 在贾巴尔到来之前 熊鹿而其胜55负 和太阳队并列倒数第一 堪称卧龙和凤厨 此时比尔拉塞尔戴着一口袋的戒指 刚刚离开波士顿 33岁的张伯伦 渐渐走入生涯暮年 而年轻的贾巴尔则开启了属于他的时代 来到熊鹿的第一年 轻松打出56胜26负 一跃升至东部第二 你完全看不出这是第一年的新秀菜鸟 他个人场均28.8分 14.5篮板 分别位列得分榜第二 篮板榜第三 毫无争议地拿走了当年的最佳新秀 冠军和MVP是他们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而对于贾巴尔来说 这只是他传奇开始的前奏而已 1970年休赛期 熊鹿秀起了骚骚座 他们通过交换得到了夺冠拼图上的最后一块筹码 星星纳提皇家队 也就是现在的国王队的32岁超级后卫 大欧奥斯卡罗伯特森 熊鹿一内一外的超级组合 让他们在接下来的70-71赛季 打出了令人发指的66胜16负 领跑群联盟 其中包括创纪录的20连胜 贾巴尔凭借场均31.7分和16个篮板的完美表现 获得了他的首个MVP 西爵是贾巴尔和张伯伦NBA生涯里 第一次在季后赛里交锋 结果贾巴尔的熊鹿4比1 轻松淘汰张伯伦的胡人 内无场比赛 贾巴尔场均25分 17.2篮板 4.2助攻 张伯伦场均22分 18.8篮板 两助攻 个人表现不相伯仲 有来有回 季后赛熊鹿12胜两副 总决赛4比0横扫巴尔蒂摩子弹队 这是NBA历史上第二次出现总决赛横扫 并且在舰队第三年就获得NBA总冠军的奇迹 贾巴尔获得生涯第一座总冠军奖杯和总决赛MVP 接下来的一个赛季 更是打出了职业生涯代表作 捧军34.8分 16.6篮板 未免得分王和MVP 但是常规赛战绩第一的胡人 在西爵以4比2淘汰熊鹿完成复仇 赛巴尔第三次荣英MVP 同时有四项重要的技术统计全部位列联盟前五 但即便如此优秀 也始终无法在接下来的赛季同期总冠军奖杯 大欧竞显老太 赛季结束宣布退役 74-75赛季 贾巴尔受伤休息了7周才复出 复出时他为了保护眼睛而戴起了护目镜 这反倒成为了他后来的招牌穿着 38胜44负 熊鹿一年又一年的失败 使得贾巴尔逐渐失去耐心 终于在1975年他来到了洛杉矶湖人 来到湖人后 贾巴尔一如既往的努力 生涯的第八年已经五个MVP到手 但湖人的战绩始终只在联盟中游徘徊 他只能等待 也许只能等到一位如当年大欧那样的超级后卫 他才有可能再捧总冠军 终于在1979年的选秀大会上 湖人从爵士手中得到状元签 签下了米歇根州立大学的空位 魔术师约翰逊 随着约翰逊的到来 湖人终于见到曙光 这意味着整整称霸联盟十年的湖人盛事 正式拉开帷幕 魔术师到来的第一年 湖人60胜 贾巴尔场均24.8分 10.8篮板 获得生涯第六座常规赛MVP奖杯 这一记录至今遥不可及 暂无来者 从1975年到1986年的 11个赛季的861场常规赛中 贾巴尔波兰不惊地得到了 自己职业生涯中的20897分 场均24.3分 看似平平无奇 但他却保持了11年 在湖人的最后三年 连过40的贾巴尔得分才开始下滑 三个赛季分别是17.5 14.6和10.1分 强胜的湖人在此十年间 八次进入NBA总决赛 其中五次获得总冠军 胜牙六个总冠军 让他加入了一手戴不完戒指的传奇行列 88-89赛季的总决赛 由于魔术师和斯科特的受伤 湖人无奈被活塞横扫 赛季结束 42岁的贾巴尔觉得自己在NBA 打得实在太久了 还是退役吧 于是伴随着他一起乘风的 还有那38387分的得分记录 如今这个被乘风了近40年的记录 终于被詹姆斯打破 贾巴尔的生涯代表作 包括单部限于 71-72赛季 常规赛对阵凯尔特人 单场拿下55分18篮板的超级两双 1977年西部半决赛 对阵京州勇士的45分18篮板 1980年的总决赛 对阵76人G5的40分15篮板 1985年总决赛对阵凯尔特人 G5的36分7篮板7助攻等等 11年年度最佳防守 15次年度最佳阵容 19次全明星 6次常规赛MVP 2次FMVP等等 1995年 贾巴尔入选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 1996年入选NBA50大巨星 他生涯所效力的熊鹿和胡仁两支球队 也分别为他举行了球衣退役仪式 胡仁为其肃立雕像 曾直交过洛杉矶胡人队的名帅 帕特莱利评价贾巴尔 你很难对贾巴尔做出准确无误的评价 像他这样一个男人 频繁打破记录 获得奖杯 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与责任 我们还能对他做出什么样的评价呢 我只能说他是特别的 没错 就是独一无二 贾巴尔的职业生涯长达20年 他将其中的养生和自律等大部分功劳 归之于一位中国师傅的栽培 他就是已故的好莱坞功夫巨星李小龙 贾巴尔看了李小龙的清风侠后 对中国功夫非常痴迷 于是他找到了李小龙 并败在了他的门下 贾巴尔也是李小龙众多弟子中名气最大的一位 两人亦师亦友 贾巴尔后来回忆 从中国师傅这里 他不仅学到了李小龙独门功夫 节全道 还学到了中国文化中一些为人处事 和养生方面的传统观念 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 就是两人曾在李小龙的一作 《死亡游戏》中的合作 贾巴尔饰演最后的大boss 李小龙几乎以两败俱伤的方式 才达到了贾巴尔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找来看一看 96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同台的成龙和贾巴尔 也有段很有趣的表演 退休后的贾巴尔 曾短暂担任过助教 热心于公益事业 他出售了234件生涯纪念品 其中包括4枚总冠军戒指 拍卖所得近300万美元全部捐出 用于支持青少年教育 2016年 他与乔丹一同获得代表 美国平民最高荣誉的总统自由勋章 以表彰他为篮球运动做出的贡献 整个职业生涯 贾巴尔留下了一年串的NBA记录 20个赛季的传奇之旅 不仅仅是一个球员 以惊人的战绩 创造了不朽的记录 他的绝技天钩和职业精神 将永远被铭记 并继续引领着后来者 他的成就 信仰和慈善事业 都使他成为值得我们尊敬 和学习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